男孩进女卫生间又又又引发争议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复杂 1月30号在哈尔滨的地铁站女卫生间内 一女子发现有个男孩站在隔街内 就对小孩说 这是女厕所男孩子不能进 随后呢男孩的妈妈认为啊 这位女士的这番话 伤害到了自己的小孩 因为这个小孩哭了嘛 坚持让他道歉 该女子是拒不道歉 双方呢就这样在厕所里吵起来了 事情如果发生到这儿 可能啊还不至于上热搜 但是随后呢 这个妈妈给孩子爸爸打电话说 你快过来 有人把你孩子吼哭了 一个电话爸爸就来了 也参与到了争吵当中 哦原来爸爸就在外面呢 目前的这个事情呢 警方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其实啊同样身为妈妈 这一次还真的不能够是站这位妈妈的边了 道理呢就一句话 为什么在场的爸爸不带男孩去男卫生间呢 但是呢如果爸爸不在现场的话呢 或许啊这件事情 就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了 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一个妈妈单独带着三岁的小孩 注意啊是男孩出去玩 那这时候呢小孩想上厕所了 你怎么办呢 带去女卫生间吧 有点不合适 但是呢又让她一个人去男卫生间 是不是多少会有点不放心呢 又或者呢把妈妈换成爸爸 三岁的男孩换成三岁的女孩 其实啊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具有社会争议的话题 该怎么去解决 这其实才是类似冲突频频发生的症结所在 不关乎究竟该不该容忍小孩 或者该不该体谅妈妈的问题 而是要上升到公共设施的问题上来 比如说有没有无性别卫生间呢 也就是说啊这个卫生间是不分男女的 能够满足异性家长陪小孩如厕的需求 那据工人日报 在日本有的公共卫生间进门的地方呢 就会有几个小型的隔间 供带孩子的家长使用 再往里面走呢才是普通的卫生间 在一些国家呢 则会对监护人陪同儿童如厕制定指南 以此约束行为减少摩擦 那其实呢在咱们国内 无性别卫生间 儿童卫生间在北京上海重庆等一些大城市 都是有所尝试的 一直以来呢都有人呼吁推广建设无性别卫生间 有专家曾经就这样分析 建无性别卫生间呢 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解决方案 也是一种社会理想的倡导 但是呢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程 而且即便呢设施到位了 如果不改变观念 意识不提升 那尴尬和冲突呢就依然难以避免